在这次中美博弈中,无论某些政客如何挑拨挑衅,也改变不了中国实力的上升和美国继续衰退的大事。 中国有能力反制挑衅,化为危机,赢得最后的胜利。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一日游已经结束,但这件事情的后续才刚刚开始。 此次窜访给台海地区带来了什么?除了我外交部声明指出的四个严重危害以外,能给台湾带来什么实质利益? 台外市主管部门官员达菲所问,宣称佩洛西这趟窜访备受关注,向世界传递了所谓台湾是民主伙伴的强烈信息。 不过,套用一句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万能模板,但代价是什么? 民进党当局可有向人民说明,岛内民众可能接受。 佩洛西前脚刚走,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台岛周边进行了重要军事演训行动。 军事专家分析称,此次军演实现了四个首次。 首次离台岛最近,首次对台岛实施合围,首次在台岛东部设实战射击靶场,火力士射首次穿越台岛。 此外,中国大陆多项反制遏制台独的措施也纷纷落地,一招招都打在台独分子和反华势力身上。 中国人是有韧性的,美国政府多年来的封锁打压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, 中国经济目前坐二望一,综合国力更是不断增强。 同样,在这次博弈中,无论某些政客如何挑拨挑衅, 也改变不了中国实力的上升和美国继续衰退的大事, 更改变不了两岸统一的最终结果。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此事时, 把一句中国古话讲给了美国官员, 人之患在于不独屎,远的不说十年前日本右翼操弄所谓钓鱼岛博有话, 十年后他们面对中国海警船, 在钓鱼岛十二海里巡航只能望洋星探。 2016年,国际反华势力炮制了所谓南海仲裁闹剧, 中国不接受、不参与, 如今靠长期的努力让南海成为和平之海、合作之海。 解放军军演,朝朝都在震慑反华势力和台独分子, 佩洛西窜台挑衅,其结果是让台独空间更加狭小, 祖国必须统一,也必然统一。 毫无疑问,反华势力和台独分子将会为佩洛西窜台 继续付出巨大代价,一切都才刚刚开始。